据香港媒体报道称 薄熙来案将于下周一1月28日 在贵州省省会贵阳开庭 并且将联审三天 此前也有香港媒体报道表示 薄熙来案将在中共两会之前开审 并且分析薄熙来可能被判处死缓 路透社表示薄熙来辩护律师之一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贵方 拒绝对记者证实有关报道